来看到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的外交部长14号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伊朗遵守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 声明表示 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并确保伊朗永不拥有核武器 符合英、法、德三国和其他欧洲伙伴国共同安全的根本利益 声明表示 三国坚信伊核协议是多边外交和核不扩散体系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推动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三国对美国决定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一制裁 表示遗憾和担忧 声明表示 自伊朗2019年宣布停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内容以来 法、德、英三国一直积极回应伊朗关切 试图说服其改变立场 三国支持通过外交努力 促使伊朗和美国重回谈判桌 寻找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案 另据路透社报道 法、德、英三国当天正式启动伊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同时强调三国并不想向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 本意是维护伊核协议 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外交对话打破僵局 希望伊朗重回遵守伊核协议的轨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4号也表示 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的目标并不是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再次指责伊核协议有缺陷 称伊核协议各方应彻底放弃原有协议 重新制定新的协议 法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12号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